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演奏者 不能回避的是每一个人 特别是艺术的研读者 他都有一个母语文化 那是你最古老 也是最鲜活的一种记忆 是沁润到血脉里面 是不能回避的 而这一个母语文化 就是你去打开 各种不同艺术门类 去了解不同各个国家文化的钥匙 这也就是我们学习艺术的切入点 我经常会用它打开我的艺术的实践之门 比如说吧 钢琴它是一个黑白键的乐器 就是如果我们只看它的键盘的话 它只有黑白两色 可是它在通过合声手法 通过触见手法 所引发的不同的声响效果和色彩 却是多姿多彩 这也更像我们的水墨画 就是水墨画是看起来是黑白 但实际上它的墨 可以分成很多的颜色 可以有浓淡干湿焦甚至更多 其实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说 它是可以通感的 看的东西可以用来听 所以聆听水墨的这样的一个idea是这么形成 这个里面收录了十部 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特征的钢琴作品 有一些是我创作 有一些是我改变 有一些是之前的作曲参美创作 我来演奏 这个里面包括了东北的松花江上 湖南的柳阳河 包括了西域豪放的春舞 还有江东 清雅的茉莉华 在我看来 这些跨越千山万水的音乐 其实恰恰是中华民族 最古老而且最鲜活的记忆 那么Nexus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界 三到四个 可以说top3或者top4 最优秀的出版车 让我去改编并且演奏作品的时候 在一开始确实大家是有担忧的 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有绝对的把握 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会被不同的族裔的人所喜欢 因为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 但是实际上后来 从结果来看我们这个担忧是大可不必 这些钢琴作品几乎变成了年度最受欢迎的作品 我想这一份成功实际上是因为中华文明博大而精深 它自己有非常好的魅力 自带光环 我觉得真真正正能够让我立足于世界乐坛的 恰恰是如何把中华文化的根和西方所学到的这些不同流派 不同学派的技术像结合之后融合出来 然后碰撞出来的一种火花 那比如说我们骨针有扫弦 这是一种骨针上面的一个特殊的演奏手法 比如说琵琶有轮值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个技术 放到钢琴语言上把它体现出来 就是怎么样用西方的技术和技法 创作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有我的母语文化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 刚刚施坦威授钱了我施坦威艺术家 我想这就是对我更多的一个肯定和期待 再比如说RCM的考级体系已经是家喻户晓 响于音乐界的一个黄金的标准和教材 就是世界上普及度最高的考级体系之一 特别是在北美 特别是在加拿大 可以说是只要是学习音乐 就和RCM是有关系 是他们当时主管学术的副院长 找到我 希望我能够改编或创作一系列的作品 为未来的孩子们演奏来做准备 于是我就改编并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比如说茉莉花 春夏花月夜 一蒙山小雕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作品后来就被纳录了RCM 2022年的第六版考级教程 也就是说未来所有的族裔的孩子们 在未来学习音乐和学习钢琴的时候 都需要被要求演奏这样的作品 这就无形中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大门 让他们去了解中华文明 所以也因此 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RCM黄奸音乐学院刚刚授予了我院士的称号 我想这也是对我未来的工作的一种鞭策吧 这个世界它有的时候对我们中国的了解 不是一个完整和够深度的状态 我认为其实我们华人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觉得最真切的展望就是脚踏实地吧 就是实实在在地写好每一首曲子 录好每一个音 弹好每一场音乐 并且教好每一个学生 同时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这个世界听到中华文明的声音 我们大可以自信地去做 因为中华文明 泱泱大过五千年 它自身所天然具备的魅力 让我有这份自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